大家好,我是金石 今天来到一位花友家 帮他修剪牡丹 我发现一棵四年的假期苗 当然它属于一棵中型的苗 很有代表性 所以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怎么着手来修剪这棵牡丹 这棵牡丹是最具有代表性的 长得非常非常好 但是枝长得太密了 那可能明年相互枝就影响了 我们来看这个组织 看到吗 上面的花芽长得非常好 这是一棵花 那完了以后呢 这个组织上来的 这是今年的枝 这也是今年的枝 但这两个枝来比呢 就是说这个侧枝就有点弱了 以后长得怎么样 两个是平行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应该在底下呢 把这个枝剪掉 不要心 大家再看看这个 这个组织 那以后肯定是这棵牡丹的最主要的枝 这个呢 这根侧枝 那就变成多余的了 两个贴太近了 相互影响了 那这种呢 也要从底下把它剪了 那大家再看看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这几个枝呢 可能不是以后的主要的枝 但是这个枝也都 大家都长得特别紧 那这棵枝呢 又小又弱 我们先把它剪了 对吧 这根枝把它淘汰 这根枝呢 以后我们就该把它掰过来 那么这样的话呢 它就中间就透风了 大家看到这根枝没有 这个枝上面的小叶眼 基本上是活不了的 那这根枝呢 我们肯定要留着它 那么把这根枝呢 剪了 好 那么 这两个枝剪了 那么这根枝呢 以后明年压过去 那大家再看看这根枝 这个枝 长得非常壮 三个花 那你这个 三个侧枝的话呢 不太合理 那我们这里边呢 我们这样子吧 把这根最弱的 又是上下的交叉枝 不是交叉枝 上下的重叠枝 把它剪了 那留两个最主要的侧枝 那这样子的话 是最合理的 大家看到 这个秋剂修剪呢 其实还是很重要的 可以去除不合理的枝 分散这个营养的枝条 来年的春天呢 会长得更好 对牡丹来说